那師傅,身體健康,怎樣可以配合呢? 身體健康呢,我們今年來講,因為它的病符星剛剛是南方熟火的 我們壓制著火,有什麼方法呢? 其實我們用水去製制它,我們可以帶一些白水晶的東西 或者是黑馬路,或者是叫黑瑤石 就可以對健康有幫助,水火記制 可以試一下考慮這樣做 師傅,我想請教,剛才你都建議了一些飾物 或者一些不單止飾物,可能一些擺設之類的東西 我想請教,其實在哪一天開始去做這件事,效果是最好 還有就是會不會,有時我以前在坊間聽過 就是有些飾物你帶的時候要開光的 那又怎樣去處理呢? 飾物其實我們不需要開光的 其實我們要淨化 我們道家,淨化就叫過火 就是我們在香爐上面,有香,我們用香火去過了去 或者念舟就令到它隨胃潔淨的意思 開光是神像才開的 哦,OK 我們一般的食物不需要 知道 那師傅,那什麼時候去配戴是最好呢? 其實整個晶月,立春之後或者晶月之後都會買比較順利 哦,會比較好 了解,那觀眾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那下一集呢,我又再請教我們的吳佩夫師傅 其餘一些越學風水上的話題 好 好了,那時間到,拜拜 拜拜